大家好 我是郭彬木禅 今天对字母Z来说是个悲伤的日子 3月27日欧洲媒体报道 瑞士苏利士保险公司宣布从社交媒体上 暂时移除他们公司的商标 因为商标含有字母Z 美林圣报道 德国夏萨克森州和巴法利亚州 禁止在公开场合显示或者使用字母Z 违反的人在未来可能会被处以三年监禁 或者高额罚款 说到理由我们会以为是个段子 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军队在坦克装甲车上 涂装了很多不同的符号 其中Z字母涂装 代表俄罗斯与胜利的第一个字母发音 瑞士苏利士保险公司和德国两个州 都认为在这个阶段 他们这边出现字母Z 那就是支持俄罗斯 这是不可接受的 俄罗斯用字母Z 他们就不用 那俄罗斯军队要是把26个字母 在坦克装甲车上都图一遍 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 估计就得重新建立一门新的语言了 也不知道瑞士苏利士保险公司 和德国夏萨克森州巴法利亚州 禁止字母Z 能对俄罗斯产生什么伤害 众所周知 俄罗斯语字母表里根本就没有Z 在俄罗斯语里对应Z发音的是Z 写法不一样 不过在德国巴法利亚州的美国公司亚马逊就麻烦了 公司名字含Z量过高 以后是不是要改名亚马恩 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 在巴法利亚州得改名叫贝欧斯 不过他们把Z开除出字母表 对有些人来说也不是坏事 比方说脸书的老板本名叫扎克伯格 以后在德国巴法利亚州可以叫尤克伯格 和乌克兰是同一个字母开头的 这多政治正确啊 俄罗斯用字母Z他们就不用 那俄罗斯人还吃喝拉萨睡呢 他们怎么办呢 俄罗斯人还呼吸空气呢 他们又怎么办呢 这就是西方的言论自由吗 怎么闻都像是文字语的味道 禁止字母Z的新闻出来之后 外媒外网有一些人在洗地 我们国内也有些人鹦鹉学舌 他们说纳粹德国也用过字母Z 俄罗斯一边指责乌克兰有大量纳粹言行 一边却在用字母Z鼓舞军队士气 所以瑞士苏黎士保险公司和德国两个州禁止字母Z是有道理的 这类言论其实有点搞笑 按这种文字语逻辑 纳粹德国还说德语呢 纳粹德国还是德国人呢 英语里也有大量的词汇是用德语单词 瑞士有65%的地区说德语 瑞士连国家名字都含有字母Z 真的反纳粹 那大多数的西方媒体怎么对乌克兰军队里的纳粹元素视而不见呢 乌克兰军队抓到俄罗斯战俘 先开枪打断腿 然后再审问 大多数的西方媒体怎么就不报道呢 禁止字母Z其实就是认知作战的一种 因为俄罗斯现在有不少人通过字母Z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在表达支持普京 字母Z在俄罗斯传递出的是必胜的信念 把对手宣传的东西进行污名化妖魔化 这就是认知作战 无视对方提供的证据 这也是认知作战 同样的事情在报道方向上采用不同的策略 这就是认知作战 传统媒体时代 舆论战主要打的是信息差 全球社交互联网时代 舆论战显然已经上升到了2.0时代 俄乌冲突中 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的认知作战是成体系的 西方媒体霸权 他们的实力在上升 除了禁止字母Z以外 再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同样的报道战争 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平民占据报道量的45% 报道伊拉克平民只占8% 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时候 两周时间内就杀害了7186名平民 美国媒体以前不报道这些 反过来 现在盯着乌克兰平民的伤亡进行报道 这就是认知作战 第二个例子 在外媒报道中 摆拍的例子越来越多 乌克兰平民的报道中 我们发现有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和地点反复出现 每次都是满头鲜血的模样 我们还发现在欧洲反对战争 支持乌克兰的示威人群中 有人甚至用好莱坞战争片里受伤平民的照片 当作现实里的乌克兰人在宣传 第三个例子 有国外网友说出另一种声音 美国展开政治追杀 拜登去欧洲连开了三场会 但很多国外网友注意到了另一个事 美国和欧盟签了天然气供应协议 不少国外网友恍然大悟 原来这就是俄乌冲突产生的原因 美国挑起的战争总是与金钱有关 前牛津大学副教授发推 欧盟同意从美国购买天然气 这样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就减少了三分之一 如果你想知道华盛顿 为什么在乌克兰挑起战争 有一位国外网友发表类似看法之后 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发言人 公开要求美国政府 查这位网友的银行账户 其实例子远远不止这些 好莱坞在冷战结束后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拍摄二战题材的作品 要么不提苏联 要么直接抢苏联的功劳 第二个是凡是拍摄复杂的国际政治冲突的题材 大部分反派角色都是俄罗斯人 这也是认知作战 我们中国对外舆论能力很差 而如今美国又把舆论战升级 如果我们也面临这样的认知作战 有什么办法来破解吗 印度这次在国际社交媒体上表现得很强烈 我们能从印度身上学到点什么吗 我们观察俄乌冲突 提高对外舆论战能力 确实迫在眉睫 怎么做见仁见智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我们中国某些媒体遇到事情 就立刻要我们反思 这种思路是打不了仗的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